到目前画面当中呢 最新的状况就是 马总统已经是来到了现场 准备要召开记者会 我们一直来迎来 向各位来发表谈话 曾副主席 各位媒体的朋友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们 大家好 看到 黄金平院长 涉入司法官说案 英九比谁都感到痛心不舍 英九从政以来 许多重大的选举 黄院长可以说是无意不语 每每在关键的时刻呢 给予英九温暖的支持 而在立法院 他为了法案预算 常常通宵协调 不遗余力 为国家 为国民党 都做出了许多的贡献 然而 不管英九内心 有多么的不忍 但是看到 黄院长赤入司法官说的案件 英九必须说 站在大势大飞的面前 我别无选择 必须挺身而出 昨天晚上看到黄金平院长的机场记者会 英九感到相当的失望与遗憾 从上个礼拜五到今天 经过五天的沉淀 我相信全国的民众跟我一样 都希望看到 听到王院长 针对他为民进党 立法院 党边 柯建民委员的司法案件 关说 防务部 与高拳署的部分 能够有完整而清楚的交代 但是 我们却看到 王院长对司法 关说案件的部分 完全避而不打 没有回应 甚至于 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这一点 我相信 全国的民众 都没有办法接受 英九认为 王院长不能回避 一个最核心 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 王院长为柯建民委员 关说司法案件的这个事实 这个铁一般的事实 放在眼前 不管我再痛心 再不忍 也不管我与王院长 有多深厚的公疑私交 英九不能做事 国民党的国会议长 如此赤裸裸地介入司法 英九许能眼睁睁地 看着国民党这个百年政党 因为执政党及的立法院长 关说司法 而蒙受不可承受的 莫大的羞辱 如果立法院长 关说司法个案 没有关系 那不就说明政府 长期推动 司法独立 司法纪律的改革 全部都白费了吗 如果立法院长 关说 司法案件 可以不受谴责 不负责任 那么 以后所有政治人物 都可以用自己的影响力 去干预司法 我们的国家的司法 还有希望吗 我们的民众 能够接受吗 各位同胞 这是关键的 历史的时刻 全国人民 要对司法 干预 勇敢拒绝 大声说不 这才能树立一个点半 就是任何政治人物 都不可以把手伸进司法 这样 以后的政治人物 才知所警惕 全世界也才看得到 台湾为了捍卫民主法治 所展现的决心 各位同胞 事实只有一个 真相 也只有一个 如果王院长认为 全国民众 都看不清其中的真相 那恐怕是低估了 大家的智慧 与判断力 此外 王院长在机场谈话中 一再诉求 党的团结 我必须说 国民党是一个 有理念 有道义 有感情的团体 但是 党的团结 要建立在 清廉 情政 爱民的核心价值之上 而要做到清廉 就必须要做到 选举不买票 执政不贪污 问政不腐化 这三个要求 今天 当我们看到 国民党籍的 立法院的院长 为民进党边 的科建 科建民委员 向 法务部长 抬高检的检察长 进行官说 而且成功的 阻止了 承办检察官的上诉 让这个案件 达到 无罪 定验的 官说的目的 我请问大家 在这种 动摇 国本的 官说 疑云当中 我们党员能够团结吗 我们能够向百万党员 交代吗 真正的团结 要靠 清廉 勤政 爱民 团结 不能建筑在 摧毁 司法 公信力的基础上 否则如何取信于民 否则实践国民党的 核心价值 还有机会吗 官说案发生这几天 英九虽然 发表了 措辞强烈的声明 来表达 英九对 英九对于 司法正义的坚持 但是英九始终 不愿意说出 请王金平 院长 知所进退 为的就是 希望 王院长最后关头 可以主动的 辞去 立法院院长 以及不分区 立委 为国会 为国民党 保留 最后一失尊严 但是我看完 王院长 机场 记者会后 英九 非常的失望 完全不能接受 王院长 把炮口对着 特征组的调查程序 但是对自己 涉入 司法 官说 却是绝狗不提 对这些明确的市政 避而不谈 当王院长 决定不请辞 不请辞 的时候 历史的责任 就又回到 国民党的身上 身为国民党 主席 我只有明确的 表达 我的态度 我认为 党员同志们 会站在历史 大是大非的 这一边 一起为捍卫 司法公信力 而努力 一起为捍卫 国民党的党域 而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马主席 也谢谢今天 到场的 所有的 媒体朋友 我们今天的记者会 就到这边结束